中华文化的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孝道 我是曾世强 孝道是要靠你自己来表现 而不是靠人家告诉你要怎么做 譬如说我现在正在生病 我生病要福建 福建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受 我的小孩都回来 结果看到他们都很和睦 大家都把他们的好人好事讲给我听 我就很放心 如果不是进来来问你怎么样啊 要你说 有没有东西吃啊 那原来在这里照顾我的人就很高兴嘛 好像我们都没有照顾到 就让他很不愉快说你来到你是导弹的 还是真的来探望我的 孝是要学习的 学习怎么样将心比心 怎么样陪 这个陪子很难啊 我们怎么陪小孩读书 我们怎么陪小孩去旅游 要不是我带你去玩 玩他跟他的同胖一起去玩啊 他要你带啊 这些人都不跟爸爸一起去玩啊 我陪你去玩 我陪你读书 那你呢 陪我做菜 我做菜的时候你到厨房里面来 妈妈要我帮忙啊 这个菜我来洗一洗好不好 这叫陪 那我现在感觉到就是说 你不要老问我痛不痛 不要老问这个那个那个 不要 你要自己用眼睛看 看我所需要的是什么 你就把所需要的替我说出来 或者呢 就说你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 千万不要在那里 去去去去去去去 好像怕我知道了 那我更觉得 是不是你们什么事情 瞒了我 我更不放心 同时呢 你们呢 如果不愿意我讲的话 那时候来来来 我们到外面去讲 那更不可以 所以 将心比心就是舍身处地 那这个事这个人就很会赔的 这不容易啊 这平常要学啊 所以笑到 大家都说 你要怎么样啊 要重新说啊 妈妈我爱你啊 这些我都不站在那里 那行是话 你要让妈妈感觉到 你真的爱她 而不是才这样打电话 说妈妈我爱你啊 那是空的 你有空就回来 没有空打电话 然后告诉妈妈 说 母亲姐到了 我今年四天没妈回家 怎么办 妈妈会高兴 没有关系 这就比说 妈妈我爱你还要好 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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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心是摁一样的 ella